还记得《蓝色生死恋》的小俊熙吗?16年后因自己的梦想放弃演艺圈,没想到她现在模样令人惊叹。 相信很多人接触韩剧都是从《蓝色生死恋》开始的。 剧中除了宋承宪和宋慧桥成为最受内地观众喜欢的韩国明星外,小安熙扮演者文根音也成为了韩国最剧人气的童星。 当然剧中另一位小演员,小俊熙的扮演者崔宇格也成为人气宝棚的小明星。 然而为何其他人都爆红,小俊熙却消失在娱乐圈呢?小俊熙叫崔宇格,那年才15岁的她应该是很多妹子们的小男神。 当年多少妹子希望有一个这样暖心的哥哥? 文根音和崔宇格与袁宾合影。当年崔宇格虽然年纪小,但是演技爆棚。 文根音在走红后成为国民辈妹,戏约不断,如今已成为娱乐圈校花旦。 然而,崔宇格与文根音的演艺路却截然不同。 崔宇格演完《蓝色生死恋》之后,02年她在《玻璃鞋》也演了《男主的少年时期》。 但是拍完那部戏,她就按部酒班的专心上学,在娱乐圈销生命迹。 2012年在某个视频直播上看到了崔宇格,右边,的身影,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男生了。 2005年考入了韩国中央大学戏剧电影系。 2009年又出演了电视剧《千秋太后》。 但这时的她虽然五官还是很清秀,但少了不少儿时的灵气。 崔宇格的写真。 小俊熙变成如今典型的韩国帅哥脸。 在采访中,崔宇格说小时候听了父母的安排去演戏。 但后来发现那并不适合自己,2009年《千秋太后》是她最后一部作品,此后就退出了娱乐圈。 如今,崔宇格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 虽然粉丝不舍,但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快乐。 崔宇格子